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八月十二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頭條新聞 先來關心 蘇迪勒颱風重創臺灣 烏來地區災情慘重 當地有多處的道路都已經柔長寸斷 而其中 信賢里跟福山里對外聯絡道路完全中斷 公視記者昨天是繼續挺進了信賢里 發現許多的民宅慘遭土石流給沖毀 目前還是斷水斷電 無法通訊 有不少人幾乎都快要斷糧 沒有東西可吃 蘇迪的颱風帶來豪雨 摧毀烏來多處道路 造成信賢和福山里對外聯繫中斷 主要的通行幹道環山路 發生大規模走山 路已經完全不通 連消防人員也無法前進 而往零仙瀑布的通道 同樣寸步難行 通往信賢里的一個主要幹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鐵軌的路跡已經完全被大水給掏空了 那鐵軌都是這樣懸掛在空中 那整個路跡被掏空之後 我們也只能靠著這麼一點 小小的面積慢慢的往前走 大面積的路跡遭到大水沖刷 全部流失 記者只能從邊溝勉強的行走 只是持續前進 在民稅道前又是一道關卡 大量的土石崩塌 掩蓋路面 要再行走超過兩小時才終於到達信賢部落 看到當地的受災狀況也相當慘烈 這間受災戶遭到土石流清洗 家具全毀 滿地泥巴難以清理 而一旁的農場受損更嚴重 部分園區已經被大批的巨石給淹沒 到現在當地的住家還在斷水斷電 也沒有通訊 居民說從沒見過這麼嚴重的災情 質疑除了天災影響 恐怕還有人為因素 就是有人亂砍發啊 對啊 就導致上面的就是地基不穩 然後今天這次衝下來都是漂流木 我們不可能看到的那種漂流木 信賢裡的居民受困山中將近四天 不少人已經斷糧 急著到平地尋找物資 不過烏來這幾天持續都在下雨 又出現不少小攤方 新北市公務局則在想辦法搶通道路 期望盡快在兩天內開通信賢裡 對外的聯繫 記者蔡惠寧春福財政立峰 SNG小組新北市報導 蘇迪勒颱風沖刷了南世西上游的土石 造成大臺北地區水質渾濁 而目前已經陸續的恢復正常 民眾可以用到乾淨的自來水 而北水處也決定將要減免 八號到十號共三天的基本費和用水費 來作為補償 平均每一戶可以減少十九塊錢 蘇迪勒颱風來襲 強大的風雨沖刷南世西上游的土石 讓自來水呈現黃灼狀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八月八號當天 新店吸水濁度一度飆升到三萬九千三百度 但經過北水處暫停淨水作業等措施 目前臺北市民已經可以使用到乾淨的自來水 從八月九號的早上開始 我們出的水已經都完全正常了 慢慢的其實情況會變好 因為你只要現在重新進的水都是OK的 所以要嘛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又放掉一些 然後讓它再進就會比較快 北水處表示 平常原水是直接取自污來的南世西 而乾淨的北世西水 流津翡翡水庫與南世西汇流 在一起進入直潭進水場 推估這次南世西水周度會這麼高 除了污來災情慘重外 直潭進水場也取不到北世西的原水 才會發生自來水黃酌的情形 因此建議應該重啟翡翠水庫接管計畫 將水庫的水導入直潭進水場 避免中途與南世西水混合 就整個大台北的水量來講 我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需要用到南世西的水量 因為北世水庫光是北世西的水量 是不夠我們大台北地區那麼多幾百萬的人口來用的 所以南北世西是要同時都需要使用的 只是說如果有一個專管 或許我們在在這個一些調整上 或許更有彈性 而這一次風災民眾連續忍受三天的混濁黃水 台北市自來水處也決定 將減免八號到十號共三天的基本費和用水費作為補償 算下來平均每戶約可減少十九元 記者維尼林光煌特會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也是 台北市自來水處宣布減免用水戶三天的水費 這樣的補償方案遭到了台北市議員批評減免太少 沒有誠意 自由時報和聯合報一樣都是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昨天放手讓人民幣重貶將近百分之二 衝擊到了亞洲的會市 而新台幣也跟著貶破了一美元對三十二元的大關 了解完了三大報的頭條之後 接著繼續來看到蘇迪勒颱風對北台灣帶來的災情 新北市三峽山區也因為道路嚴重的貪方 傳出有大批居民失聯受困 而在經過這幾天的搜尋之後 都已經全部聯絡上了 不過最上游的雄空土石是沖進了民宅 家裡的家當都全部泡了湯 蘇迪勒颱風在三峽地區造成嚴重災情 其中深山中的有牧裡遭受土石流衝擊 許多民宅遭到淹沒 下山道路北一一四縣貪方出入非常危險 而一直到十號為止 有牧山區原本還有兩個林 七十二戶居民失聯 不過十一號確定都有聯絡上 人都掌握到了都沒有問題了 就是人員沒有傷亡 這一點就覺得比較安心了 此外工程人員在貪方處加速施工 居民只能沿著貪方路段旁的水溝小心進出 貪方的另一頭已經有簡單的接駁車 接送居民回家拿衣物 記者實際進入災區沿途不時出現貪方景象 尤其到在上游的雄空一戶人家 住家旁的河道早已塞滿土石 整個田高兩三公尺 住了七十多年的房子慘遭土石灌入 居民只能辛苦清除 心情非常難過 保持這邊的地方就是留整個地方來住在這邊吧 我說請幫幫政府幫忙我們 對我們真的沒辦法 市長朱立倫十一號上午也到現場視察 希望養空單位加強搶通 十天內通車 儘快讓居民恢復正常生活 另外八號颱風當天竹輪路三區遭到土石流 在南湖大山 等到下山的時候 碰上了溪水暴漲受困 才要求救 當時警銷人員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將這家人給救了下山 不過這家人的行徑 也引起了社會批評 而台中市現在決定要研擬台風天登山自治條例 將要重罰颱風天登山的民眾 救難人員找到受困的這一家人 出動大型怪手接駁 終於讓下山夫婦 十一歲的女兒 還有他們養了一條狗脫困 雖然人平安無事 不過想到整個救援過程 負責調度的台中市消防局長蕭煥章直說 心情真的是天然交戰 負責調度的台中市消防局長說 心裡的壓力實在很大 因為山上風牆雨色 就那人原冒著生命危險上山救人 而為什麼台風天這些人還滯留山區 警方表示一家人8月5號申請上山 原定8號要下山 不過因為手機關機 消防員連絡不到 等到風雨明顯了 要下山已經來不及 現在台中市長林佳龍 想對登山客開罰 無奈卻苦無法原依據 根據災害防救法規定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之後 並劃設警戒範圍 民眾強行登山就可以處罰 不過偏偏這家三口是在劃定警戒區之前 就已經進入山區 所以無法可罰 而目前市府要研議定立自治法規 防範類似事件 目前除了警令物局和警方 台風紀巨發登山證之外 也要民眾為了自己 以及救難人員的安全 多多著想一下 進入林健身 奈士傑 台中報導 針對反課綱學生闖進教育部 當時警方是否執法過當 台北市政府的專案調查小組 昨天進行了第二波的調查 二十多位學生在律師的陪同之下 跟副市長鄧佳基 教育局長湯志明 來進行對談 一點半的會議還沒到 二十多位曾參與反課綱的學生 齊聚臺北市政府一樓 律師顧立雄 法福基金會律師 劉濟衛專程前來協助 七二三深夜到隔天移送 保一警察大隊與少年法庭 警方是否執法過當 市府專案調查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 就是要聽學生怎麼說 基於偵查不公開 學生和市府都沒透露會議內容 而學生說今天最大收穫 是局長湯志明願意公開去年 高中分組的委員發言記錄 不過卻和湯志明會後 接受訪問有出入 湯局長對我們表示說 他非常希望可以公開會議記錄 但是他沒有權限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非常希望 可以請教育部出來 然後去那個公開這份會議記錄 是您願意公開您個人發言記錄 我剛剛特別講 因為他會詢問我們要公開的情形 包括名單 那我不曉得他下一段會不會來問我們 要不要公開會議資料 如果有問的話我個人會同意 近兩個半小時對談結束時 市長柯文哲突然現身引起學生驚呼 有人直接問他能否撤換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 幽默口吻在補一句到時候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學生沒在追問 只是當媒體詢問能否信任市府主導的調查報告 學生代表說願意正面態度面對 記者林曉慧 沈志明 台北報導 台中市一對年輕的父母 將兩歲 十歲跟十二歲的兒子 留在家裡頭獨自度過兩個颱風天 沒有給食物 也沒有給錢讓他們買東西吃 三兄弟只能夠靠著學校的愛心餐券來買東西 一整天才吃一個便當果腹 所幸被鄰居發現報警 三個小男孩坐在警局的小桌子前 大口大口吃著香噴噴的泡麵 一下子就吃得乾淨溜溜 因為他們三兄弟 一整天就只吃了一個用愛心餐券換來的便當 原來他們被爸媽留在家裡 沒有食物 就連吃飯的錢也沒給 原警貨報之後把孩子接到警察局來照顧 也通知父母帶回去 結果這對年輕夫妻出現之後 卻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台中警方在九號接獲報案 三個孩子最大的只有十二歲 最小的也只有兩歲 兩個大的是三十四歲的宋姓男子和前妻所生的 小兒子是現任的太太 跟他的前夫生的 兩夫妻經常出去玩 獨留孩子在家已經不是第一次 不過被指為不負責任的爸爸 宋姓男子強調自己很愛孩子 甚至不計較幫人帶孩子 宋姓男子解釋 當天認為大兒子可以照顧最小的 才和媽媽一起出門 不過生活局表示 獨留六歲以下的孩童 在家已經處罰 相對夫妻兩一兒少法來開罰 最高可以開罰一萬三千元 日本核災區的部分食品可能將在臺灣解禁 衛福部證實 如果有附向浮射檢驗跟產地的證明 並且在我國邊境檢查合格的話 我國將會有條件的考慮開放部分產品 而目前初步規劃以泡麵跟罐頭等風險 比較低的加工食品為主 來自日本輻射污染區的福島 磁城 千葉等五線式食品 從四年前日本發生核災事件後 就禁止輸入臺灣 不過衛福部食妖署週二證實 除了福島縣之外 其餘四線式食品 例如泡麵 罐頭等風險較低的加工食品 渴望分階段開放進口 這些都是我們考慮的因素 只是這個加工食品 它可能風險性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我們都還會再評估 消暑表示初步規劃 福島以外的四線式 如果減附輻射檢驗證明 產地證明 而且在我國邊境茶葉合格情形下 考慮開放進口 而為了了解民意 衛福部也在臉書舉辦民調 結果短短一週內 有超過八成網友同意解禁 不過街坊時還是有民眾不認同 什麼可能像我就不贊成啊 因為像我現在買東西的話 其實日本進口的 我都會看說 是不是靠近福島的 都不會想要再買 吃多了對身體有害處啊 而且台灣的產品都已經很棒了 為什麼一定要進口日本呢 對不對 那政府的工作是把關啊 消除強調民調結果只是參考 會就風險等因素綜合評估 開放日期目前沒有時間表 但是牛奶 菇類及嬰兒食品等 高風險品項則是不會解禁 記者來宣明講的下一個報導 日本川內核電廠一號機 昨天重新啟動 結束了日本兩年零核電的狀況 不過因為擔心福島核災的悲劇重演 連續幾天 有超過了兩千位的民眾 前往川內核電廠來抗議 希望政府能夠改變政策 高文下老人念經 民眾舉牌 希望日本不要重啟川內電廠 維持零核電的狀態 但大批警令拉出封鎖線 將民眾的期待阻隔在外 川內電廠位於鹿兒島薩摩川內市 是日本自福島核災後 第一個通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審查通過 確認安全的電廠 但民眾批評疏散計畫不確實 政府號稱世界上最安全的基準 根本也只是為了電廠重啟量身打造 除了當地居民 全國也來了兩千人反對重啟 一位福島災民前來抗議政府 否認福島兒童罹患癌症和核災有關 希望這場悲劇不要重演 因福島災後而轉變能源使用態度的前手上兼職人 也現身表達對重啟的看法 福島災後高漲的反核民意依舊無法阻止核電廠重啟 目前日本還有13座電廠正在列隊等待 未來是福島醫學川內模式通過安全檢測 不僅在日本引發激烈討論 國際也正在持續關注 記者胡錫琴陳慶忠路爾島報導 搜尋引擎龍頭谷歌 進行創業十六年以來 最大規模的組織改造 將轉型成為一家控股集團 由母公司來統整各項的事業 而谷歌將會變成子公司 搜尋引擎龍頭谷歌 近來跨足自動駕駛無人汽車 研發飄浮華板 太空電梯 網路熱氣球等天馬行空的商品 可能需要讓這些實驗性強不透明的業務部門 接受財務規範以及更透明的管理 谷歌10號意外宣布 創業近十六年來的最大營運結構調整 成立新控股公司 其他子公司還有生物科技公司 醫學公司以及高速網路服務 谷歌創辦人佩吉將出任母公司的執行長 共同創辦人布林擔任董事長 財務長波拉特 谷歌副執行長皮財 貝巴卓擔任核心事業谷歌公司的執行長 43歲來自印度的他 2004年進入谷歌 長期負責產品研發 過去顯為人知 但一直是創辦人佩吉的得力助手 彭博社分析 谷歌採取這種結構 是想讓主要業務及較長期投資事業 兩者之間能有更清楚的區分 部分分析師則預料未來還會有更多變動 這次可能只是開端 對於這項調整 谷歌的投資人給予肯定 股價在盤後交易上漲超過5% 記者陳秋梅報導 每年大約有100萬的英國人到西班牙的馬略卡島來度假 而有一些人呢 在喝酒之後就出現了嚴刑失控 甚至是違法亂計的行為 而為了要整治這些不守規矩的英國遊客 從今年的6月開始 英國當局就派出了英國的員警 到當地來助手 馬略卡島上的主要商店街酒吧餐廳林立 入業之後年輕的男男女女在這裡跳舞喝酒 有些人幾杯黃湯下肚之後 酒醉失序的行為也跟著發生 當局為了洗刷這個度假小島給人重情深色的形象 6月份開始實施了一連串新措施 像是當街小便或是裸漏最高將面臨4600美元的罰金 以及晚上10點到早上8點禁止當街營酒 而在街頭執行巡邏任務的除了西班牙員警之外 還有跨海來執勤的英國員警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英國警方 頭一回前往歐洲其他國家防範國民發生醜事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克隆舉行 英國警方也曾派員前往防範足球流氓惹是生非 記者王匯文這裡報導 今天的手語新聞通 我們來學學酒醉要怎麼比呢 可以先比喝酒加上醉了 喝酒醉 而喝酒的比法呢 有很多種 像是用酒杯在嘴巴前面繞圈的樣子 或者是直接把酒倒到嘴巴裡 用大拇指也可以 醉呢 筆法也有幾個 譬如說 在額頭上轉一轉 或者是食指放在太陽穴 您可以看情況都來拿來運用 而詩恩手語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要帶您來關心 這次的颱風 為什麼在山區造成了這麼大的災情 對 中間的均指放在這兒 剛才是在上海邊的 下山區的 四 一堆 三堆 三堆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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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棒球其實在高中就已經結束了 其實棒球這個東西是個責任 我自己曾經也是不好的選手 就是中下選手 可能他們以後會到各個行業去 可是你有打棒球的小朋友 一定有辦法吃苦耐勞 小春子 雅婷 他們這些小朋友 比你們各位老師勇敢多 想看你們各位幾歲才離鄉背景 他比我們更早知道他們要什麼 或許說他這個知道 不是來自他自己或者是父母親出自於無奈 但是總該給他們擋身 很多小學二年級媽媽在幫他洗澡 有些還要媽媽餵吃飯 歡迎回到首語新聞的現場 蘇迪勒颱風重創北臺灣 新北市三峽 新店以及烏來山區 災情相當的慘重 有學者就認為 臺灣山區高密度的開發 才會讓土地無法承受負荷 透過空拍畫面可以看到滾滾黃泥 不斷傾線而下 烏來山區不少房屋遭土石流掩埋 對外道路柔長寸斷 有學者認為這次烏來災情這麼嚴重 除了蘇迪的颱風帶來強降雨 加上溫泉飯店淋漓 人為過度開發之外 北市高房價也是間接幫兇之一 台北市我們居住的地方 房價很多人都沒有辦法來負擔得起 所以會往旁邊來走 那往旁邊來走的話 有很多就到山邊到海邊 那到山邊 那這個就是一個奉獻 學者表示許多經濟弱勢者 因買不起市區房子 退而求其次買山區住宅 不過台灣的山區生態環境 到底能負債多少極限 目前仍欠缺相關研究 因此建議政府 因補強生態負債力評估 重新做國土規劃和保育 新美市長朱立倫也認為 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朱立倫強調未來國土開發 會實施更嚴格管制 而經濟部水利署則表示 污萊貪方變成孤島原因很多 不見得和溫泉淋漓有關 但是在合理範圍內 減少不當開發是正確方向 記者最後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ией星期下 公視大晉級 精彩不一樣 好戲大晉級 精選國內外熱門影集 一檔接一檔好看無發大 長不大的爸爸 麻醉風暴 我的十五分鐘 mini for you 閃電俠 好歌大晉級 聆聽美妙歌聲 如臨演唱會現場 民歌四十 音樂萬萬歲三 那些年我們的歌 戰爭與記憶 戰爭是殘酷的 記憶是真實的 公視帶您回到殘酷的 真實現場 飛虎傳奇 公視主題之夜 二戰無視路 公視無限精彩 看見更好未來 過程中提出有效方案 8月1日起捐款十萬元 即可參加2015 王道論壇精彩講座 只有兩個名額 詳情可掃描 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 2000轉9 詞曲 李宗盛